2019年的時候,我要正式進軍中壢館 那 中壢館我勢必會需要非常多的員工 差不多70到80個 一間館,做預售需要比較多人力 我也奉勸各位年輕人 想要來陳迪斯安中壢館上班的人 你現在就可以開始訓練你自己 陳迪斯安的教練,考核非常的多 但是當你畢業之後 你會覺得你充滿了榮耀 充滿了榮耀 那賺錢糊口,絕對不是難事 如果你是學習他們這種教練 到簽名啊 幹女生啊 或是像之前林口館那邊教練開一個群組啊 直接被我告啊,整群人都被我提去告啊 開個群組在那邊評論女會員 那媽胸部大不大啊,幹起來好不好幹啊 讓我知道 你就是面臨 要跑半年的法院 然後接受賠償 然後掛一個錢科 只要公司現在有要求良民證 我們公司也有要求 良民證呢 你去警察去申請 你有錢科就是申請不到良民證 沒有良民證 現在很多公司都不讓人家來上班 你要自毀前程的人 可以來試試看 你要自毀前程的人 可以來試試看 你如果要的話 所以我今天跟各位講 在2019年8月一直到12月這段時間 陳理事案的中立廣告開始展開預售 預計我下禮拜或下下禮拜 我會過去開始現場探看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想開個現場直播 給大家看一看 我的地理位置 我的常規才沒有裝潢之前長什麼鬼樣子 我在裡面繞一圈 但是我怕地下室收訊不好 我只跟大家講 中立館 我現在已經完成了 那中立人 我也 鬆了一口氣 我答應你們的事情 我做到了 所以還是一點 我只要答應的事情 我只要答應的事情 我盡力去做 大家都看得到 我真的是盡力去做 那 中和館 目前還在談 所以不要緊張 那談一定是中立先開完再開中夥 因為我覺得 要訓練教練 要訓練員工 達到我的水準 是真的需要的時間 我們沒有辦法像渥波俊 他完全沒有在訓練 甚至他還自己賣 執照 賺員工的錢 渥波俊是你必須 你要去考執照 是公司跟你收錢 公司他們跟阿法配合 然後他們自己本身還賺員工的錢 也就是說呢 你去渥波俊上班呢 你不是去賺錢的 你還要先 繳一套 繳一個證照的錢 那建工呢 他也不會去培訓 你也很傻 他都找那種 反正你有執照 就可以當教練 成立事實上完全內訓 完全依照 個人 每一個人 從素科 從格鬥 舉重 健力 健美 健體 增肌 激利於體能 人體的解剖學 營養學 才有要體測 真的沒那麼簡單 我們訓練出來的真的 不然我問你 我已經快五年了 成立事實上出來到五年了 從來沒有因為私人教育 怎麼樣上過新聞 但是你看看監工 你看看渥波俊都有 所以說 我只要跟各位講 我只是跟各位講 希望大家想要來中立的人 上班的員工 你們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 認真的練 不然你很容易被淘汰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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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